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木斋得知张子墨的新政府 已经为他们搜刮到了一万两黄金 心里得意不已 为了将这些黄金变成日本人的 木斋动起了歪脑筋 他导演了一场街头混混抢黄金的闹剧 闹得沸沸扬扬 而张子墨判断出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 林秋燕也密切关注着黄金的去向 他决定联系张子墨问清楚黄金的下落 张子墨偶然间得知 这批黄金不是送往中央银行 而是要送到自己所在的东亚储蓄银行 他不仅大吃一惊 难道这笔黄金就这样落入日本人手里了吗 宋一昆派魏大红代人周密组织 成功截取了日本人要运往码头的五千两黄金 木斋气得暴跳如雷 但是却无法声张 只能说黄军的军用物资被截 要严肃彻查 只是几天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消息 林秋燕倒是松了一口气 即使是共产党截获了这批黄金 至少也还在中国人手里 他们想把黄金运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暂时存放起来 那另外一种 按部就班的运到中央银行 但以咱们现在的人手 很难对付两种可能性 我去联合张子墨 张子墨要是知道什么情况 早就应该联系咱们了 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最起码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最直观的判断 有黄金的消息吗 我一直担心政府费尽周折 收购上来那批黄金 一直放在那儿不安全 您放心 我刚刚听说 慕寨先生已经下令 准备把黄金先运到咱们东处一趟来 我怎么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由景山行长负责的 我也才知道 我还以为您知道呢 没关系 谁负责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批黄金安全就好 那我先出去了 好 去吧 有时候算是 这批黄金的 真的有时候 你去意识 你 你 没想法 差点 王上 从这搭椅子 你们看一下 如果有喜欢的叫我 高科老板在吗 喂 进来 张布袁长 这是您之前要的 这个月的银行出车记录 好 我知道 那我先出去了 谢谢 喂 那个 高科老板 关于储蓄方面的问题 我还有点不大意 想再跟您咨询一下 我们老地方见吗 好 那一会儿见吧 那一会儿见吧 行程 需要点什么 没咖啡洗洗 好的 请教练 什么事 你那边有木斋的消息吗 我想知道那车黄金 是不是要遇到中央银行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如果有确切的方向 我想在路上舍负 把他们拦下来 我没有 我也在等他们的消息 都这么久了 木斋怎么会一点洞见都没有 难道是故意不让你知道 不知道 先生 谢谢 不客气 请慢用 秦队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银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处理 邱远姐 有新的情况 是 刚才到二十三 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 木斋让贤命队把大连黄金 运往了东亚筑被银行 是 为什么说话 你知道对吗 不是 我是知道 我不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怕我去劫持对吗 九云 你听我解释 木斋在这条路上 设下了很多宪兵队的人 你们过去就是自盗罗网 一软即食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 撕通这些黄金 我们走 九云 如果你不能帮我 也请你不要阻礙我 你最好现在又在这儿 不然我会认为 你是去跟日本人告密 你们看好的 三十分钟以后再让他离开 明白 俱乐 不是说让你再坐三十分钟吗 你喝你的咖啡 好 时间紧迫 我们只能随机一遍了 放心吧 我这点经历就已经不是不知道 那么多废话 走吧 去往中央银行的路上 有什么动作吗 一家东西都没有 会不会出现什么新动力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消息转过来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要继续蹈下去吗 等 你要去哪儿 夏儿 你能到 这么快吗 这么快吗 喂 喂 李渊 今天下午两点钟 咱们约好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我可能去不了了吗 我苏州这边啊 来了一个朋友 正在来东楚银行的路上 可是他在大兴路那边好像迷路了 我现在有事没办法去接他 你赶快让司机老宋去接他一下 记住 务必要快 我很担心他 好的子墨 你放心吧 我马上让老宋去接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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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你的馄饨 中文字幕——YK 三下 一步 雷鎖 一下 三下 打招呼 快走 快走 刘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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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刘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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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蘇君, 到這兒過去 是… 快… 快… 快 我去吧 今天的事情怎么回事 为什么得到消息 不提前告诉我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可以提前安排的话 这批黄金 根本不可能运进东出一号 我没想到修院会去找我 一时间把我控制住了 我没来得及通知你们 是我的责任 我接受出发 对不起 我情绪不好说话 大声了一下 我知道 这次黄金的事情 日本人让你背了不少的黑锅 你根本没法跟修院解释 但是你也不要早怪林修院 毕竟 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他更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大批的黄金 被日本人运进自己的银行 你也不可能 索性还好 他们人还安全 不想那么多了 还是聊聊 之后的事情该在播客吧 我觉得黄金第一次被劫 完全是木斋自己设的局 其目的就是要把 运往中央银行的黄金 顺利成章地运到东亚银行 真是一只老虎 打着保护黄金的旗号 明目张胆地 就把黄金运到自己银行 确实是只老虎 我觉得事情还是有转机的 等黄金运到银行 我想办法弄出一部分来 可是黄金一旦进入银行 我们想下手真的很难 我知道 所以我们要见机行事 一旦有机会 我们立刻出手 也只能这样 最后还是日本人都要求 今天太险了 要不是他们突然出现 我们很难突破他们的包围 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难道也是为了这批黄金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救我们 他们会不会是共产党 小丸子有没有说 张子墨那边什么情况 他跟我说张子墨 是半个小时候离开的 如果是共产党的话 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们有危险 别乱猜了 现在黄金在日本人设立 想想接下该怎么办吧 金是全是银行的金库 保管了 数是全是确认了吗 没问题 完成了 说明式主意 模仿一下 你别人 这麽东西 也别人 希望能把钱换 你要用这个钱包围 没有吧 请我找你 好 是 都有一宿 你刚刚结果的日子 等吗 就很赔了 马上联络李渊 让他把电话内容传达给张总 我去安排 我们刚刚结获了木寨的电报 内容是近晚十点 有一批货物从码头运到日本去 怎么了 木寨那边现在有没有动静 知不知道运的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货物 木寨那边没有什么一样 会不会是黄金 黄金 如果是黄金的话 那他们也太着急了 那你多留意尽快找到线索 最好是能马上确定 他们向他们赢的到底是什么 好 我会想办法的 黄金 好 这是你要的 最近银行储备登记记录 目前最大的笔入库登记 是一万两黄金 好 我知道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您去忙吧 有事叫你 好 对的 这是金库的钥匙 您去帮我清点一下 已经入库的黄金的数量 到底是多少 我去金库 这不大合适吧 你去当然不合适了 但现在是我让你去的 我不让你去你去得了吗 明白 你怎么在这 可不可以 请问金庄航上在吗 我有事想到汇报 是招呼行长 那个锦商行长 出去印筹去 好 那我知道了 进 金库内只有五千两左右的黄金 真的是无视我们新招负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是在为新政府做事 还是在为日本人做事 当然是在为新政府做事 那就好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难道你不想跟我说说你的判断吗 可以 我认为 日本人是想吞掉 那没有入库的物件来黄金 对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它吞吗 你有办法阻止吗 没有 所以你不觉得咱们俩在这儿 其实是有点多余吗 是啊 摆设而已 其实不单是摆设 应该是工具 这没看出来啊 是我多嘴了 我以为现在可以和您无话不说 谢谢 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 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 你就全当没说过 明白 好 那咱们就 省点心吧 你可以下班了 那您呢 我也下班啊 您要去哪儿 我去给您备车 那就辛苦您了 送我去我未婚妻那儿吧 我们俩进去 我们俩进去 不要 那 time 别想找 我们俩进去 那边 站着 那边 我们俩进去 那边 所以 我 我们俩进去 我们俩进去 彌尔 摸了一天居然忘了 跟你约好去喝咖啡 送我去代季咖啡厅吧 好的 您日理万机太辛苦了 快把嫂子都给忘了 还有十分钟 快点 知道了 不能让嫂子等齐了 去吧 去吧 走 走 东亚储备银行里 只有五千两黄金 所以我敢肯定 木齋巷大本营运输的物资 应该就是那不一而非的 另外五千两黄金 日本人真是迫不及待呀 那五千两黄金 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五千两黄金 一定就在大河洋行 今晚十年前要运走的 也一定是这批黄金 我们必须要将这批黄金结下来 我们必须要将这批黄金 这批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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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黄金 这批黄金 对 陈伯良 我能坐这儿吧 不可以 但我有话要跟你说啊 你放心 在这儿你很安全的 我当时有点搞不懂了 坐吧 谢谢 你是 林齐学院老先生的女儿吧 是有最后 在你还是学生时候 最后一次来我就是 民工二十七年的二月份 我老板很敬重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这两道菜是他吩咐起你们品尝的 你是这儿的老板 而且来这儿前一天 你在大街上还救我一个人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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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抱歉啊 当时啊我没能跟你当面言谢 师叔我不便表明身份 我明白 但你还是谢过了 不止那次 之后我每次来这儿的单 你都给免了 这点小事就忘了吧 真没想到 八号三三天老板竟然是 是 不谈这些 来 我敬你了 谢谢你 怎么样 遇到困难了是吧 没什么 但愿难不住你啊 今天怎么可以向我表明身份了 因为你的身份变了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就是你现在知道的全部 来 大叔 我敬你 来 对 靳叔 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开口 好吧 谢谢 小心 小心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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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是 你 你 是 你一定不必要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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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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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行动 是 是 是 很 是 是 是 一 是 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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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在後面 你不明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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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速度胜利 是 是 走 怎么样 有人缘伤亡吗 没有 大脚 你怎么就不问我 有没有接到货物呀 要是没接到东西 你为大红 好意思来我这儿蹭啥喝 木斋这小子呀 这次真没敢大张旗鼓 负责保护的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木斋这个老东西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度陈仓 想得美 千算万算 还是算到了这股血药 一晩查询了 但仍然不见了 货物的行方 这帝国武士 我只能够杀了 你只能够杀了 我只能够杀了 这么多东西 这些拿了 货物的金 您对不起 您的 确认 它们一定会 从来没有出现 约的情报 不准备 他们不可能 你们是否处理 这是一个细细的计划 外部没有认识 哪里有问题 军党吗 共产党吗 找出钱的东西 你必须使用 你必须找出钱的 但是 如果有捕捉是 有危险的影响 你必须在哪里 你必须把钱送出钱 对 你必须不断闭着钱的 你必须拒绝了 军党物质 是有名目的 向前調查 是 回來了 想我了 聽說昨天晚上木摘的 軍用物資被截了 消息準確嗎 應該是準確的 你說這些人 截這批軍用物資是幹什麼 冒這麼大風險 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軍用物資 是黃金 你怎麼知道 日本人儲心積慮地 把這批黃金運到東儲銀行 背的就是偷偷引回日本 軍用物資只是個幌子而已 那這幫人可真夠不簡單呢 不但情報準確 出手還很利索 會是什麼人呢 你覺得呢 共產黨 應該是 可以肯定的是 這批黃金 已經被我們中國人劫走了 對嗎 對啊 那咱們就審點心 那咱們就審點心 急增盡力地完成咱們的任務吧 也是 人都散出去這麼長時間了 怎麼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你說你們一個個是幹什麼吃的 都是飯桶嗎 要是找不到這批物資 你讓我怎麼向師本人交代呀 對 主人罵得對 屬下無能 知道了還在這兒廢話 還不認真地給我去找啊 小的也想快點找找 快點交差 可這批東西 他昨天晚上突然一下子 人間蒸發了 這江湖上各幫派都打聽了 都不知道啊 你 這次不比以往哪 不能再只速做樣子了 你知道這次日本人丟的那扯東西是什麼嗎 那不是軍用物資嗎 屁 軍用物資 用得著老子這麼賣力給他們找嗎 那是什麼 大黃與黃金 大黃與黃金 所以這次你們得用點心哪 馬上到大街上去貼告示 重驚懸賞 只要是給我們提供線索的 就給他們錢 阿浦 要什麼給什麼 都過來看看了啊 政府有令 凡提供跟昨晚丟失的軍用物資有關的線索的 一律賞黃金 一百兩 一百兩 這是這條線索的 昨日一批正在營收軍用物資 給你給他 你給他 这不宁愚痴的袭击 法国的提供中 何宫昨晚丢失的军用物资品 判断的信息 慢一点 上海特别是这个 英国三十月二十八日 木宅肯定是疾风了 又是贴稿是又是悬赏的 木宅费了这么大劲 好不容易才把这些黄金弄到手 转眼间就不翼而飞了 谁能做得住 想过我们怎样 才能把这批黄金 引出上海吗 想过 但不过现在还不是要成熟 目前日本人的戒飞 积极死严 以我们现有的力量 分担才却直接行 他们不是一直在找我们吗 那我们就不躲着 主动出击 来得个宪法之人 我发现你现在鬼点子越来越多了 讲点 不要暴露 快 刘若 看看 安全 可以 只要有 我把他打了 他在os 我把我放在 ha 那是什么 我把她放在那儿 我想把她放在那儿 你看 那是什么 我还没害怕 corporate 这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子是不是被耍了 要不我们直接冲进算了 冲什么冲 把人吓跑了你父子 对对对 千万记住 一会儿不要随便开枪 老子要抓活的 是 买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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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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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烟哈德门大前门 烟香烟 烟 老板 来喝烟吧 不 来 快走 刚来的哈德门货不多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走走走 老板 那来一盒 谢谢老板 给您 谢谢 马上到三零二房间 来 在这儿守着 是 有几个人守着 去的人跟我上去 是 的 是 是 是 我 我 是 我 我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中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乱你的笑容 永远难得遥 没人 我们是不是被耍了 这 妈子 啥老子 对不起 刚才只是想让你们闲热热身 现在来吕管佑五百米的一个仓库 黄金就在那里 去仓库 智伟 别看了 你又看不出什么门道了 陪我打热牌呗 如果打牌能找到印刷基地的话 我就陪你打了 你还别说 我要是认真算一挂 还真未必 你看 这不更简单吗 来呗 打牌可以 打牌可以 但是你会闭上你的嘴 当然 我听唐二十三的一个黑服帮的朋友说 七十六号的丁立夜 已经知道了黄金的下落 正带着大批人去金泰旅馆西边的仓库 这么快就有消息 会不会是个圈套 是别人给日本人设的圈套 还是日本人在耍什么花招 都有可能 但如果是真的怎么办 是真是假 只有看了才知道 我们过去看看 我给你们一起去吧 你留下看家 怎么又是我留下看家 服从命令 你疯了 不就…… 你疯了 我是对你 你疯了 但你疯了 抓换 你疯了 你疯了 еп Nacht 我忘记你了 打开你们就知道了 娘的废物 你只把我摆一下成这样 哥 咱们是不是又被刷到 去你娘的 继续搜 是 去呀 主人 让你箱子里有炸弹 去哪儿 时间挺巧妙啊 咱们撤 拜拜 他娘的真的敢耍老子 推 即刻设置关卡封锁城里的所有路口 宣称戒严 仔细搜查 千万别让他们把黄金运出去了 是 跟我来 要不冲我去 线机行驶 好 好 大军 俊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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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我们恒动公司运出的货品 打开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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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这都是货品 大军 大军 全都是货品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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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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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糟糕 完璧了 把兵力都集中了 他們從別的地方拿到金錢 到底是誰 他們全都被困惑 他們全都被困惑 他們被困惑了 沒事 可以 我會徹底調查 金錢 要調查嗎 要是要調查人 金錢已經在上海 有所存在 海裡有鑿 我需要找人 人 我需要被人留意 我 完全失敗 有了五分的銀行 把這個污紙拿回 看你嗎 我是秘密林尼 找不到 以前也有同樣 黄金 在那裡 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 残的金是不动的 那么 怎么办 新政府的方法 应该应该应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的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的 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 这个张子墨 为什么会给日本人出这么一个馊主婚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更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 一旦用错人 造成的后果将不可挽回 我知道大家都对张子墨心存有意义 说实话 我对他也不能完全信任 虽然他现在答应为我们做事 但允许考察 这中间是必须要一个过程 但就目前的形势来讲 张子墨所在的位置 和新政府对他的信任 对我们来说 如果能完全为我们所用 将对我们摧毁县命运计划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它将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明白 放心 我们都会听你的 来 行 声劝姨 张子墨在窗台放了君子兰 来 你怎么来了 今天银行不忙 先来务事 来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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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齋 有没有对你有所怀疑 目前一切都很平静 黄金这件事 他本来就不敢胜仗 出了事 更不会有大的动作 没那么简单 往往这种平静的背后 会有更大的阴谋 一定要谨慎 放心吧 我会的 你也要做要小心 你的工作很危险 我约练去完见面 在玫瑰咖啡厅 注意安全 好 这几盆我自己搬吧 你先回去吧 好 拜拜 拜拜 快点 紫墨 看 我坐小鹿 也没比你晚了多少吧 走 坐这儿 好吧 算你赢了 等你一杯吧 人上的行人需要什么 两杯咖啡 你收到 二杯咖啡什么 两杯咖啡谢谢 谁知道的 你怎么这么回来了 我还以为 要在这儿等你一会儿 你才能过来呢 怎么会 我可是你未婚妻 还好你刚才发现了那两个特务 不然我和灵秋燕就暴露了 她就是灵秋燕 是 那我们刚才 她一定很难过 走吧 还记得这儿吗 我希望你会在这里 每一次我走过这儿 都会相信很多以前的事情 你也一定记得的事情 记不记得又怎么样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我已经不是那个灵秋燕了 你也不是以前的你 请相信我 我没有变 连话都变得比以前会说多了 看来日软着把你调调也不错 我真的没有变 我跟你们一样 都是盼着灵明和盛密的到来 够 你那些粉饰自己的话 我已经听过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张子墨还是原来的张子墨 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你 都没有变过 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有很多疑虑 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们的时间都很远些 你不停不停 dire 没人 你不停的 如果我来 你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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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见到林秋燕了吗 等等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見到了 我看得出來 他很在意你 如果我不告訴他 我們真實的關係 他會一直誤會下去的 他現在啊 對我的身份 是越來越懷疑了 那要不要告訴他 我們兩個的真實關係 不 目前還不行 我們不能 就這樣暴露了身份 組織上的紀律 還是要遵守的 況且 將來 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呢 就按你說的辦吧 時間不早了 我得走了 好 我送你 謝謝 谢谢 那是我们的演技是吗 那是什么意思吗 但是这些全是评计 我还没说什么 这种距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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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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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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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没问题吗 这也有问题 你应该怎么办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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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一项洗澡 进 这个文件需要您签署 去吧 您下班以后有空吗 一起去喝酒吧 喝酒 好啊 可是今天不行 今天要加有事 一定是去花店陪嫂子 还没结婚呢 不能嫁嫂子 那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也对 迟早的事 行 那您先忙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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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子摩君 这是要出去吗 是啊 清姆君你怎么来了 有事给我打一电话就行了 何必自己亲自过来呢 子摩君你客气了 你我挚友之交 何必说这些呢 再说 我就不能过来你这做客吗 不敢不敢 我这儿啊 随时都欢迎清姆君 清姆君 今天来您是 这儿啊 自然无事不登三宝殿 慕斋先生 让我亲自来接张副行长服业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请 请 失礼了 他来了 请进 子摩君 清姆君 快坐 慕斋先生 子摩君 请李云小姐来 是我的意思 你平时工作辛苦 忙里忙外的 肯定没有时间陪未婚妻 所以今天我就自作主张 把李云小姐请来 也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还有 今天这个宴请 我还要感谢李云小姐 平日里对子摩君的照顾 因为你 才让子摩君 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银行的工作中去 卑职多谢慕斋先生的厚爱 为银行鞠躬尽瘁 是子摩的本职 子摩定不会辜负 慕斋先生的厚望 李云谢过慕斋先生 能为新政府出一份力 是我的荣幸 今天在这个场合 大家就不要说见外的话了 子摩君 平时为银行鞠躬尽瘁 日理万机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但是 可不要为了大家忽略了小家 更不能冷落 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啊 所以我们决定 就在最近 为你们二位举行一次 盛大的婚礼 一来是为了达谢二位 对新政府的付出 二来 也是为了给子摩君 一个完整的家 好 这样 这样你才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银行的工作中去 以后 我们需要用到 子摩君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知子摩君意下如何啊 慕君意下 想让你们尽快稳定下来 这样既可以了了你们的心事 你也好安心在银行工作 所以先生的好意 你就不要拒绝了 慕寨先生 现在世道纷乱 大操大板是不是不太好啊 子莫君 是我们东亚储备银行的副行者 结婚这档大事 岂能草率啊 正好借助这次大喜之事 子莫君也能够认识很多大人物 对他只有好处 你们不要有负担 慕寨先生 这 好 那子莫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就对了 慕寨君 来 我们一起祝他们 来 幸福快乐 谢谢慕寨先生厚爱 恭喜 来 满用 这慕寨 那 狐狸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为什么要急着给我们办婚礼 我想 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慕寨对我的怀疑其实一直都在 只不过是没找到证据 那这婚 我们是结还是不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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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给 给您的报纸 经济局副局长张子墨大婚 经济局副局长张子墨大婚 给 来一份报纸 好累 您拿好 谢谢 请相信我 我没有变化 我跟你们一样 都是盼着黎明和胜利的到来 我张子墨还是原来的张子墨 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国家 都没有变化 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有很多疑虑 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要不我去劝劝他 你逗我呢吧 张言道啊 人生无常 凡事想开一点 我又想不开了 没有吗 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故事有什么好听的 全是骗人的 我给你讲一个人 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 大叔 你没事吧 你给我讲什么什么人 他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也有关系 有骗人 林一祥跟你有关系吧 我哥 我哥 你是说我哥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但在你学生时候 最后一次来我这儿 他是在楼上 只是 我当时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那他现在还在上海呢 应该不在 在的话 他会来找我呢 那他去哪儿了 重庆 重庆 那他是我们的人 你们 是啊 国民政府的人 算是吧 什么意思 你见了他就清楚了 他在哪儿呢 我